我们开始了 你怎么来到上海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 然后我表姐在上海 他们公司刚好招人 然后我就直接过来了 你觉得你的表姐对你影响大吗 影响还挺大的 我自己个人的话就是性格比较偏内向 然后属于很没有主见的那种 就是在家里基本上我说什么话就是 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被人无视型的 然后就是跟我表姐在一起时间长了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外向的 比较开朗 然后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那种 然后就是待着时间长一点 总共就是说现在比以前更有主见一点 你对上海的印象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吧 就是上海各种生活设施啊什么 会比较全一点 然后生活比较方便一点 嗯 然后就是这边的房价比较高半 就是经济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上海人呢 嗯 感觉上海人排外还是比较严重的 哈哈 这个会被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不才有话题吗 哈哈 这些是年轻人当中 上海还好 老一辈的反而很大 对 听说您在地铁上遇到过新骚扰 你能讲怎样你当时的想法和经过吗 嗯 就是就是早晚高峰嘛 然后地铁上也比较急 然后刚开始的话 我只是以为是人家就是手上拎的东西撞到我了 然后可能几秒钟之后 然后感觉不对 东西撞的怎么会一直蹭着 然后后来我就就是跟旁边人换位置 嗯 换了位置之后呢 换了位置之后隔开来了 人家肯定就碰不到了 您碰过多少次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地铁上 嗯 这个就是地铁上碰到过一次 公交上也碰到过 公交车也碰到过吗 嗯 大概经过是什么样子的 嗯 也是晚高峰嘛 然后人比较多集在一起的内容 哦 内容不分析啊 哈哈 好 哈哈 您对这个就是说性骚老这一块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就是对于地铁这种 嗯 还是感觉就是做人不消那个吧 嗯 就是素质的消地下 你觉得就说女性的话有哪些更好的一些应对方式 哈哈哈 没关系 啊 我之前看那个就是说上海有一个人在地铁上 一个女的骂男的都骂得很凶很凶的 就是 一个就是乐点事件吧 可能以后的话 反正现在就是上海抓的也挺多的 其实 啊 就是这一块只能在嗨什么吗 嗯 嗯